日前,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施政報告、政策措施記者會上表示, 香港仍有少數擊中分子進行暴力、襲擊或策劃實施恐怖活動, 有危害國家安全分子利用媒體、文化藝術、刊物等日常活動作掩飾, 心偷和觀書、廣獨意識,及發布虛假信息, 煽動市民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手痕, 特區政府會將《基本法》23條立法作出考慮, 並預計於下個立法會會期展開諮詢及立法工作, 同事會研究定立網絡安全法則。 鄧炳強指出《基本法》第23條有7類罪行, 其中5類包括叛國、煽動叛亂、攝取國家機密, 及禁止香港政治性組織與外國聯繫等罪行, 並未被《香港國安法》刑害。 對此部分全心不能之人從各個角度極力滿黑23條, 網上通過輿論影響其立法威嚴。 就在當日會上,眾新聞記者問到會否承諾在《基本法》第23條立法時, 都會以言入罪。 鄧炳強回應說,犯罪須證明有行為及意圖。 眾新聞,其後裔鄧炳強拒保證23條不已言入罪。 03年國府曾明言不禁非暴力手發為提報道。 聲稱鄧炳強, 拒絕承諾立法時會遵守保護表達自由的約翰尼斯堡原則。 保安局隨後發表聲明表示, 鄧炳強回應有關《基本法》第23條立法會否以言入罪時, 清楚解釋犯罪須有行為會意圖的元素, 並有充分證據,以及律政司詳細研究有否足夠證據才作速檢控, 並非草宿的決定,並非一句話便可入罪。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份, 符有擁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。 基本法第13條立法既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, 亦是香港國安法的要求。